之前我在想说 李淡老师姓李 李猜开是木子 树木的孩子 就是果实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果实 因为大家知道 李淡老师是一位喜剧演员 或者是脱口秀演员 是带给大家快乐的 所以这是一种笑的果实 这是一种笑果 这都有人绕回来 效果 效果文化 效果文化的 会完 效果 我现在又联想到 刚刚他们四个人 在逼问下很勉强地 说出的那个理解 就仿佛 就是小时候语文考试的时候 把最后一道阅读大题的作者 请到了考场的这种尴尬 真的是好难受 郑主说 我把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是很尴尬 就是 过分解读的就好 而且你发现 作者本人的解释其实 对 更勉强 也很勉强 李冰提作文没有及格 我插一句行不行 你说冰冰老师 我觉得担走你 都不用纠结和牵强 我特别觉得这幅画是给我的 有 画的是李冰冰 不是画的你 你瞧 第六名考生出现了 像一个冰花啊 对 智琳哥你看你都看出来了 确实有 确实有 那就是除了我都画了 除了您 那他同事也是智琳哥 下个雨的感觉 下个雨的感觉 那一朵一朵 而且我又很喜欢水墨 冰冰姐这样没关系 规则随时可以改 你现在可以给我一张你的邀请卡 我去发给他 我们对吧 搞艺术嘛 好 好 找一个 可以 那冰冰总有少一个人 我这几边的这几个人 我这几个小兄弟们 都看着我 你们同意吗 我不同意 这儿不同意 这儿不同意 不同意 奶奶 您有什么建议 我是说留下 好 因为不是画人物画比赛 好吗 就是画那个感觉 对了就对了 实了 是这个道理的 好 谢谢陆奶奶 谢谢 智琳哥 真的一百个人 看着一百个人 不同的解读 每一幅画 可是这一次 因为是一个贴题的一个命题 我自己也从这幅画 看不到李淡这个意义在里面 可能在我心中会更荒诞一点 我可能会选择离开 我的看法不够点题 我就选择离开吧 那谢谢 班总 我们的建议只是供您参考 最后怎么选择 还是要您自己决定 最后的决定权 还是在李淡老师 对 请侧展人李淡 进入护责时刻 哇 这好恐怖啊 其实我也一直在说 我们这个展要从浅到深嘛 尤其刚刚一老师他们帮我解读 带我看看之后 我这个画我就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他作为第一个出场 又是在我们第一场的命题作文的第一幅作品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纠结的和难受的 现在我必须选择 这个要选的呀 肯定要选啊 这个要留下的 现在我必须选择离开 好的 好 天啊 这没办法 你这个是画给大众看吧 我既然选择了 以名字来命题 来做出发点 既然选择了 就是不以形象来做创意 我也就是想好了 接受这个结果 谢谢 谢谢丹总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再见 就轻松地背撞吧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加油 加油 没问题的 福哥 好 好 有请第二幅作品 这个够写实了 很写实 完全相关 对 这个就是 搞不懂 不行 我刚才没控制自己的表情 我笑了一下 我现在第一反应 看到这个作品的第一反应 我觉得这个策展 就这个节目组的策展在搞我 真的是 真的是 怎么摆的 我整个要看九福 这个冥冥之中的作品 我觉得你把 这个竖轴最左端和最右端的 都拿了上来 最极端的两幅 一个迹象 一个双手下 真的好有事 你把我帮到这里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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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就是 我看不到 你身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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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身边的 有事 可以 我没有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说 请全场年龄最小的画家 冰冰姐组的袁俊 我的朋友游泳 李院长组的卢天琪 还有最有个人特色的画家 陆奶奶组的薛大卫 大卫 大卫 大卫发功了 他就看了一圈走了 没必要看其实真的 大卫摸了摸胡子 大事不妙 太直观了 听一下你们的解读吧